近日, 網上瘋傳這段影片 一個學生把老師大大力踏在地上 你走在哪裡? 是不是? 撐在旁邊 站在這裡 站在旁邊, 站在這裡 這段影片引起很多家長和學生的嘩炎 情緒上有些問題 控制不住自己 立即找其他老師幫忙 首先理解那個同學究竟因甚麼事 因甚麼問題 而令他情緒那麼… 突然間情緒失控 其他同學也不要因為這樣 而好像在旁邊圍著 就這樣看 還更加令他覺得自己做的行為好像正確 如果情緒我們就不應該扶下去了 你看大家如何冷靜點處理 這些問題大家鬥硬沒用 令他更加暴躁 因為他情緒已經很大問題 學校也好 家長也好都有些負責任 小朋友是一張拔子來的 大家有生平情緒慢慢教 原來這件事已經是上年10月尾發生 當時校方已經成立了專責小組跟進 而昨天這間學校的校友校董 在社交平台發聲明 說那位同學本身並沒有粗行和品德的問題 老師都沒有被同學討厭 可能只是一時情緒失控 針對網上的評論 校方都希望給回少許空間同學和老師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情緒失控 有心理醫生就說 這些情況很常見 青春期的年輕人 他們在經歷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們都會較容易衝動 也有時脾氣或情緒的波動 都會較大 人通常在這些驚慌不安的狀態下 都會產生兩個行為的反應 一是想逃離那個現場 二就會進入一個作戰模式 尤其是在片段中看到 其實他被阻止 是不可以立刻逃離那個現場 自然而他就會覺得阻止他的人 是變成一個極度的威脅 就會可能進入一個戰鬥的模式 跟那個人死過 不過面對比較激進的失控情況 就應該及早跟進 你看到那個波幅比較大的時候 可以及早譬如會 跟學校的社工講 學校的輔導老師 或者是外面的社工 臨場心理學家 其實及早的處理 很多時候就會避免事情越滾越大